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八卦频道,本频道分享男神女神的故事,欢迎持续关注 极限挑战宝藏行李,王迅与张冰冰的组合有点意思 两人要用画树皮制作一幅作品,结果面对杂乱无章的树皮,一点想法也没有 随后王迅拿着树皮一顿乱炒,打算走随一风,然而被张冰冰评价为小炒肉 只是没想到,刚损完王迅的张冰冰,扭头就拿起一块树皮问他这项不像灭霸的手套 可能男孩子有时候就是这么幼稚吧 后来两个人认真构思,倒也真做出了一副不错的作品守护根河 我记得张冰冰刚一加入,就让王迅写了保证书,要求王迅诚实不保留信息 不抛弃不放弃,在深山老林不能丢下队友 看给这孩子吓得,估计在家没少看极限挑战吧 不过,张冰冰真是成为宝藏型版的王迅了吗 毕竟此前在极限挑战里,王迅才是那个一直被队友坑,受人欺负的角色 不过,张冰冰真是成为宝藏型版的王迅了吗 极限挑战从第一季到现在,原来固定的一个个常驻嘉宾退出 只剩下了一个七级元老王迅,其余的全部大换血 都可以改名为王迅和他的新队友们了 可作为七级元老,王迅在节目中也没受到一点优待 2015年,极限挑战横空出世,很快热度便可以跟当时国内最火的真人秀综艺跑南相媲美 这六个男人中,有影帝,有当红流量,还有一个大家不太熟的王迅 他们组成了极限男人帮,在游戏过程中经常不按规则随意发挥 黄磊,黄博,罗志祥是三金,孙红雷,张艺兴,王迅是三傻 节目效果出奇的好 只可惜极限挑战没能逃过综艺不能常做的秘密 从第五季开始,男人帮成员开始逐渐退出 最终只剩下了一个王迅 从前在男人帮里,王迅一直是被欺负的角色 可没想到,如今成为元老但新人,他也依旧不被重视 第五季王迅与假买量玩游戏被对方利用信任击碎了手上的嫖 事后贾乃量一本正经的教育王迅,这是极限挑战 惹得王迅无奈咆哮,我不知道这是极限挑战 这家伙,我录了5季了 第六季王迅唱歌时被吊威亚 从表情来看,他完全没有心理准备,甚至还捂着了胸口 而节目组还在旁边配上了陆路未半生,受人嘲笑被人看清的字幕 第七季一开始,贾乃量就送了王迅一份大礼 常见的叫人起床任务,别人不安安稳稳地起床了,到王迅这里 贾乃量直接一盆洗脚水泼下去 一般睡梦中的人被突然叫醒都吓得不轻 更何况是被水泼醒,一部分水还泼进了王迅嘴里 与此前杀一字投落网式的泼水明场面不同的是 这次王迅被泼水,看着却更像其他玩家有预谋的行为 饶是如此,王迅也只能自动打原场地说,泼水梗都用烂了 游戏里总是被欺负,官方海报上王迅一直能处于边角的位置 对比隔壁跑难,在邓超,陈鹤等固定常驻嘉宾退出之后 李晨,郑凯,卑鄙三个原成员就挪到了海报C位上 除了不被重视,王迅如今在节目里的表现也饱受诟病 做不了智力担当,也没能造出多少梗 因此,希望王迅退出的网友不在少数 可即便如此,王迅依旧在极限挑战赖着不走 让人不禁怀疑难道王迅真是为了所谓的情怀 我只能回答,或许有,但不全是 早年间王迅跟随相声大师侯宝林的徒弟杨子杨,学习相声表演 说起来他跟郭德纲还是一个师祖 谁能想到现在被吐槽没等的王迅 当时在喜剧表演上还是十分有天赋的 1998年还获得了巴鼠十大孝心的称号 不过,那个时候演出不像现在这么挣钱 王迅一场演出也就五块钱,一晚上三场 一天能挣15元,运气好赶上圣诞节高峰期 晚上能够排十来场演出 2006年,王迅出演了电影《疯狂的石头》 凭借四眼秘书这个角色,获得了一点知名度 这部电影也让王迅结识了跟他一样 还是穷光蛋的黄博 两个食欲威食的人成了好兄弟 后来黄博混出了点名堂 开了工作室将王迅签到旗下 之后的《民兵格二代》 《杀生》等作品王迅都有参演 基本上黄博演啥都带着他 由于时间太早 具体片酬无从查证 不过王迅跟随黄博演了多部影视作品 腰包自然是日渐鼓了起来 2015年,黄博与王迅加盟的综艺极限挑战 当时大众的反映诠释王迅是谁 毕竟其他几个常驻嘉宾 不是影帝就是流量 于是,外界疯传王迅是和黄博 一起以4800万一计的价格打包过来的 不过王迅否认了这个说法 他表示当时黄博,孙宏雷,黄磊都有给节目组介绍人 导演全衡之下选了他这只虾米 关于王迅录制《极限挑战》的片酬 媒体爆料的是一集过百万 那么一整期下来 王迅也能有上千万的收入 虽然这个价格跟影帝们是没法比了 但想想他曾经那一天15块钱 这也是值得飞跃了 就在王迅凭借极限挑战人妻大增的时候 他却被曝出了丑闻 有网友发现了王迅的小号 里面记录了大量王迅与自己的妻子王一子的恩爱日常 这个王一子是92年生的 比王迅小了整整18岁 而此前王迅在公众面前的妻子 一直是跟他相濡隐墨多年的未珍 并且按照时间线来看 王迅是出轨后又抛弃发妻 事情发生之后 王迅火速删除了自己小号的内容 并发文章向公众道歉 称两个女人都是他最爱的人文章现已删除 虽然出了这样的负面新闻 王迅其实并没怎么受影响 毕竟有句话说胡适最好的保护色 这之后他照常录制极限挑战 影视方面的资源也没断过 但大多都是配角 因为演技王迅有 可主演他撑不起来 2019年王迅主演了电影《灵魂的救赎》 票房仅73.5万 可以说是亏到吐血 而只演配角的话 拿的片酬自然是赶不上主角 王迅2018年出演的电影一出好戏票房 倒是有13.5亿 不过大家都知道 这部片子是黄渤自导自演的 孙宏磊也有出演 还没收钱 只不过被黄渤给剪没了 王迅虽然有片酬 但估摸着跟张艺兴一样 应该都是几百万的友情价 2019年的电影《大人物票房》也有3.6亿 然而这部片子成本不大 据说投资只有5000万左右 按王迅的咖位和戏份 拿到的片酬就更少了 这么算下来 目前王迅最赚钱的还是极限挑战 而除了这个 也没有其他综艺找王迅常驻了 其实王迅还有另一个身份 他在去年当选了新一届 巴蜀喜剧艺术家协会的主席 不过我没有查到王迅还在演出的消息 而且艺术表演也远没有综艺来钱快来钱多 因此极限挑战可以说是王迅的铁饭碗了 我在某短视频平台 发现了一个名叫演员王迅的账号 由于没有进行平台的官方认证 不能确定是不是本人 该账号曾经晒出过邻居家的别墅 然而从视频中明显可以看到 那是一片别墅区 也是变着反而在绣自己家的别墅了 王迅曾经在节目中说 自己从小就爱存钱 然后买一个大件 在部队的时候工资150 王迅每个月存100块钱 年底就花1150 给自己买了一辆日本进口的自行车 说不定王迅这些年也存了不少钱 然后闷声发大财 给自己买了东大别墅 所以说 他为什么都不重要 在胡的明星传的也比咱们多 不是吗 今天的故事就结束了 如果觉得还不错 记得点赞和订阅哦 您的支持是我们进步的动力 下次视频再见 再见